169一位 又是榴莲 又是河牛 又是海鲜 又是刺身 榴莲的自助产业已经卷起来了 今天来吃万宝这家千牛寿喜烧 这中午是多少钱一位 这中午我们有两种自助 一种是159跟209两个大 榴莲也是自助的吗 对 榴莲也是自助的 我们榴莲只要169一位 榴莲要加10块钱 对的对的 169就能吃榴莲自助 那我榴莲169的吧 好 169是没有自身吗 我们会送你一份自身 M8的河牛是没有的 应有送一份 也有送一份 对的 M7的牛板件来个五盘吧 算了来五盘 知识局大虾给我来三只 好的 这些都是在我们自助牌那边拿的 海鲜是这边拿 对的 拿那个桶自己捞 好的好的 那我去捞海鲜 河牛店也有现捞的海鲜了 螃蟹 螃蟹 虾 胃壳 鲍鱼 鲍鱼 哇 这梳子蟹个头可以啊 都很活泼 虾也搞一眼 这一块是自取的菜 各种火锅类的烫菜 哇 这螺蟹虾还有黄 这螺蟹虾虽然不是鲜火的 但是今天都看上去还可以 肉都上来了 今天要的是一个送喜烧跟一个辣锅 这个是送的一份的刺身拼盘 这个三文鱼的品质还是很OK的 M8的河牛 还有我点了一份的鲜鱼手卷 这个要趁热吃 麦鱼炒得好香啊 好嫩啊 这三文鱼 油脂也特别多 这个还不错 这个北极贝给我的感觉也很肥 159个 赤生是限量一份的 今天咱们就主要吃和牛跟海鲜 对了对了 还有榴莲 这应该是龙岩第一家自助餐里面 有榴莲的 这个肉感觉还不错 169一味 又是榴莲 又是和牛 又是海鲜 又是赤生 龙岩的自助餐也已经卷起来了 好大一块榴莲肉 好甜好香啊 冰冰的糯糯的 特别好吃 就是每100多块钱吃榴莲 随便吃两块就回本了 自助餐厅里面用的 基本上都是精整榴莲 就是这种冻的 这个我们自己去网上买的话 大概是60一斤 喜欢吃榴莲的朋友 已经可以充了 还有这种烤好的榴莲 也是一整块肉的 这是局大厦 它这边的姿势是有点偏硬一点的感觉 烤的多春鱼 满肚子都是鱼子 烤的很香 干干的 鱼子也很有颗粒感 吃的是有点多 我都差点忘了 这是一家和牛店 还尝尝牛肉 这是M8的牛肉 我们放上寿喜烧锅 螺丝下我们放到这个 辣锅里面 我觉得寿喜烧的牛肉 不需要粘 只需要粘这个 红菌鸡蛋 这样吃特别嫩 牛肉的口感特别软特别嫩 带有一点点寿喜烧 微微的甜味 好吃 鱼虾肉 好满足啊 螺丝夹好了 个头是真的很大 不过这是冰鲜的 不是活的 哎呦这肉是可以哦 还是很脆很紧实 哎虽然这个不是活的 但是期间度还是很棒的 肉还是特别饱满 吃起来很脆 我感受一下他这个快爆出来的肉 所以那以前这个价格 只能吃到和牛的自助 其他东西都是没活的 一百多块钱 因为真的 碰上一个稍微能吃一点的 老板就得亏本 再来煮两个缩子线 缩子线 个头好大呀 还是活的 很多人说我们吃自助餐 是不是拍视频去了才有 很多东西你们去了没有 其实我们吃饭 基本上都是踩着点来的 就是一开店就来了 我觉得像这种好一点的自助餐 可能性价比比较高的 就是海鲜自助 还是早一点去好 就人家一开店你就去 基本上东西都能吃到 因为周末能比较多 所以平日来的话也会比较好一点 说子线个头很大 这样活的说子线这个个头的 在菜市场也不便宜 肉还是非常多的 大的螃蟹吃起来很爽 螃蟹的品质确实很好 很大很肥 很肥 很肥 弱很多 接下来的时间 这胶饼牛肉 这胶饼牛肉 最后面都是爽 这家店叫做千牛寿水烧 在龙岩万宝的三楼 它自助餐有两个岗位 159跟209 159的加10块钱 169能实现榴莲自由 今天是榴莲也吃爽了 海鲜也吃爽了 荷牛也吃爽了 整体的品质还是比较不错的 海鲜的话有 活虾 活的螃蟹 鲍鱼 还有两个像花隔一样的贝壳 螺丝虾也有 但是不是鲜活的 169之后一顿 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逆天了 喜欢吃河牛海鲜 或者榴莲的朋友都可以抽 那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